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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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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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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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教我再祈祷 你虽然我们可能会有福气 你休虽然有苦 早晨 早晨我们并顽固 你是我的盘 是我的宝 好不好 我们再次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团牌 耶和华是我四位的团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教我再祈祷 你虽然有福气 早晨我们并顽固 你是我的盘 是我的帮助 再次说吧 耶和华是我四位的团牌 是我的荣耀 阿们 有时教我再祈祷 你虽然有福气 你虽然有福气 早晨我们并顽固 你是我的盘 是我的盘 是我的盘 你是我的盘 是我的盘 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来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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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CUBE 主 咱们阿们 填尾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把佛华益的每一个成员 我们所有抓你的指名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说 唯有耶稣 我们仰望 我们仰望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来唱这首歌 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宣告 唯有耶稣 耶稣你能 视下眼看见 耶稣你能 依此伤心的 耶稣你用 权柄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了 再一次重头来说 耶稣你能 使下眼看见 耶稣你能 依此伤心的 耶稣你用 权柄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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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天地 温度 耶稣 唯有耶稣 能 使 随便 成就 有耶稣 耶稣 耶稣 祝你能 使下眼看见 耶稣 耶稣你能 依此伤心的 耶稣 耶稣 你能 �ぃ 教皇不去让兵器 他能赦罪行善机 耶稣 不任意 阿爸我们高起我们的手我们说 唯有耶稣 让万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是谁变成就 哈利路亚 教皇不去让兵器 他能赦罪行善机 耶稣 不任意 你相遇 耶稣 耶稣 不任意 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宣告 耶稣 不任意 你相遇 我们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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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们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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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 你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 我担心 我担心 耶稣 是我们的担心 是我们的担心 是我们的帮助 而且 主啊 你的话语说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 不是只有今天 明天 主啊 你是我们每一天随时的帮助 主啊 让我们 主啊 真正的把我们的眼睛 不是主啊 定静在这个世界下 发生的事情 是的 主啊 我们可以谨慎 是的 主啊 我们要保护自己 我们要保护家人 可是主啊 让我们的眼睛 不是只有单单 主啊 定静在这个现在发生的事情 主啊 让我们学习 把我们的眼睛 主啊 转到你的身上 对 转到你的十字架上 每一天 主啊 不断地纪念 记得 主啊 主啊 你怎么样为我们的生命 对 实在是实在想 对 好不好 对 给我们说 对 当转月 仰望耶稣 定静在他 结了之后 在旧出荣耀很远的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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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出荣耀 祝我们福智生传道 我让祂所分享的话语 大能大力 从从足足的运行 在我们的当中 对我们的福安 祝福福安 祝福福安 神出荣耀 祝福福安 祝福福安 我们祝福福安 阿妹,我们阿伦亚贝给神 阿伦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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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亚 各位巴伏华语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好 感谢主,哇,这个很特别 我们这一次我们开始用这样线上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刚刚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呼求说,不管人多人少 我们在教会,在家里 我们都用一样敬畏神的心 渴慕神的心,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阿妹吗? 阿妹 感谢主 所以今天让我们鼓励大家 如果你手上有笔记本 或者是你可以认真的分别出一段时间 好好我们聆听来主的话语 因为我相信主的话语 不会被任何的疾病所拦阻 阿妹 那大家如果知道我们巴伏华语礼拜 这个月我们都一直在看这个歌罗西书 那我觉得歌罗西书也是在讲到当时的弟兄姐妹 受到一些逼迫的时候 使徒保罗怎么样鼓励他们能够持守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病毒的疫情当中 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月的第一次 第一章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更深认识神 我们认识神是一个一生的事情 是一个不间断的事情 那上礼拜 嘉燕也分享一个很好的信息 叫做生根建造 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持续扎根 住在主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 神在这个月不断的提醒我们的一个功课 所以虽然最近真的是可能每一天大家都很担心 也会很在意 哇 到底今天确诊人数又多多少 那会觉得不太敢出门 但是神他就提醒我说 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 特别神还是提醒我说你要去运动 像用给你拿 他们就有寄他们出去慢跑的照片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身体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不要是整天在这样的消极的里面 所以很奇妙的这个礼拜 我顺服神去慢跑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社区 突然有人种了两颗很漂亮的花 这叫什么花大家知道吗 向日葵 Sunflower 向日葵 那如果我们知道向日葵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它的花会一直不断地向着阳光 这是一个它很特别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相信今天神要透过这个花 我觉得也跟今天我们要读的哥洛西书第三章 很有关系 他就讲到说我们今天领受的一个主题 叫做我们一起来读 叫做仰望天国脚踏实地 意思是说我们要学习像向日葵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常常仰望天国的人 但是同时也是我们不是只是仰望天国 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常常逃到神那边去 神要我们脚踏实地 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 所以这个是并存的 就像更深认识你以外 我们还要生根才能够建造 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在这个月 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功课 那最近我相信大家 可能有人看过 我觉得在网路上看到的这个图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讲到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 然后很多确诊的感染都是从国外 可能旅游回来的 所以大家现在就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出国了 那这张图片很有趣 他说现在如果你硬是要出国 你硬是要出去玩 只剩一个国家你可以去了 是什么 就是天国 就是天国是你一定可以去的 虽然疫情再怎么样的严重 天国的门永远向我们敞开 Amen 但是很特别的 他上面有一句话上面写说 没有签证 不需要签证 你去这个天国 你不需要签证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 你去天国不用担心得到任何的疾病 不会有任何的病痛 哇 这么好的天国 但是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天国的福气 为什么 是因为耶稣 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 耶稣他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 然后耶稣他自己说 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 借着他就能够到神的那里去 所以真的我们在这样 特别在这样疫情当中 我们要特别的感恩 我们有主的保护 而且是随时的保护 随时有主的同在 我们抓住他 神就想让我们享受天国的福气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第三章的要节 是在第一节是在第一节到第二节 如果可以 你就跟着我念中文或印尼文都可以 来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所以这句话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不是只是跟主同死而已 不是只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而已 他还要我们跟他一起怎么样 同复活 要一起活着 耶稣的应许不是救我们而已 他要让我们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 享受那个复活的力量 复活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 不只要仰望天国 我们还要脚踏实地 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逃避主义 基督徒不是一个出世主义 好像我们 事实上什么事都不管了 而是神要我们好好入世面对 好好倚靠主来面对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困难 而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就必须要仰望天国 Amen吗 就像这个经文讲到说 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 思念在原文是 你要不断地去挂念 不要不断地去想念天上的事情 天上是什么 就是神讲的话 神讲的生命的原则 神讲我们要怎么样带人处事 怎样我们怎么面对困难 然后他说不要一直思念地上的事 不要一直想地上有什么苦难 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注意 保护我们自己 关心我们的这些疫情 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思念地上的事情 超过思念天上的事情 Amen 我们要多多地思念天上的事 在原文是一个持续不断思念天上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不断地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下的事 我们其实第一个要做的其实就是 要弃绝恶事 不要留念 我很喜欢这个留念 我们不要留念在一些我们的罪里面 包含我们最近 我们都知道我们天天 我们会看我们的新闻 哇 确诊人数多八十几个 多五十几个 多六十几个 然后每天有非常多的假消息 然后每天看这些东西 哇 就让我们弄得很紧张 然后让我们有很多的担忧 很多的负面情绪 可能我们的心不知不觉 我们留念在这些的报道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花太多时间 思想地上的事情 我们没有去好好思想神的保护 神的恩典 还有神的公义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弃绝恶事 不要留念 那如果我们要这样做 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就是要先懂得警醒 神的愤怒 我们要懂得警醒神的愤怒 我们一起来读 第五节跟第六节 来 我们读 请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就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当保罗当时对哥罗西的教会 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是针对当时的一个叫做放纵主义 当时的哥罗信徒 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说反正肉体就是败坏的 我们只要相信神就好 肉体没有用 所以我们肉体再怎么样放纵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没关系啦 反正我只要相信耶稣就好 其实保罗他很清楚说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合神心意的 所以保罗很清楚说 我们要致死生在地上的肢体 包含我们里面的那些罪 淫乱也好 污秽也好 邪情私欲也好 贪婪 特别贪婪 或许我们今天 我们不一定在性上面有一些放纵 但是我相信可能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是放纵的 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是贪婪的 那这个贪婪就跟拜偶上一样 那这些罪 神说神的愤怒 会临到这些悖逆之子 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话 我们要注意 真的 我们要警醒神的愤怒 也因此我们会更小心 这个生命的罪 所以最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大家也怕物资不够 那这张图片是在讲到澳洲 哇 因为出现社区传播 然后大家就到大卖场 然后排队 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扫光光 卫生纸啊 面包啊什么 全部都扫光光 这张图说 哇 澳洲他们就形容说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确实 我相信 我们在印尼第一次 有两个人确诊的时候 我听说姐姐在那个Costco 排队排了两个小时 快两个小时 才买到东西 真的是很辛苦 这平常不可能发生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病毒 好像我们就很紧张 我们想要去抢救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神的愤怒 公义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警醒了 我们是不是也觉得 哇 大难临头 如果我们不赶快悔改 我们的生命也会遭受很大的亏损 很大的一个灾祸 这是我们要警醒神的愤怒 这会帮助我们更加的 比较不会一直去思念地上的事情 我们会知道 有一些事上的事是不好 不合神心意的 我们就快快的不要留恋 把它放掉 所以我们就说不要再留恋在这个罪中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读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所以保罗对当时的哥罗西教会讲说 你们以前行过这些事情 包含恼 愤怒 恶毒 或是毁谤 或是污秽的言语 我相信这不只是他们做 我相信我们也常常这样做 可能我们现在对人 甚至对一些其他的国家 我们就常常有很多的恼怒 我们就常常很多污秽的言语 我们很喜欢骂别人 我们很喜欢讲别人 甚至不用说别的国家 包含我们身处 住在印尼这个国家 我们也常常骂印尼 常常骂印尼的官员 当然有些部分是他们很需要进步 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有些事情我们不是不能讲 只是说如果我们常常用一些污秽的言语 用一些负面的话语 一直在讲他们 其实这样是没有办法祝福他们的 这样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 阿美吗 所以神说我们不要在留恋这些事情当中 包含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澳洲也是出现这样很特别的 哇三个女人为了抢一包卫生紙 可能那时候快被抢光了 只剩下这一包 她说我先抢的 我先拿到 另外一个我拿的 然后他们开始扯头发 然后开始巴巴掌 哇一包都不要让 哇我觉得真的是 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景况中 有时候这个丑肉的人性就会跑出来 或许我们今天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是常常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常常担忧 我们陷入很深的忧虑 我们陷入一个很深的气氛 我们常常骂 骂官员也好 就像刚刚说的 或者是一直在抱怨说 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愤怒 或者是污秽的言语 甚至是恼恨 那神说 这个如果你真的跟随耶稣 你要更多的思念天上的事情 你不要再一直把你的思念 放在这些地上的事情 要好好的把这些不好的言语 快快的拿走 不要再留恋 阿们吗 所以为什么神说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仰望天国 第二个部分 九到十七章 保罗就不断强调说 我们要穿上新人 要活出新生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我们要脱掉旧人以外 我们还要怎么样 穿上新人 我们不只要脱掉旧人 我们还要穿上新人 那同样的 耶稣他不只是拯救我们 我们还要跟复活的主 一起活出新生 所以今天的主题 为什么叫做 仰望天国 还要脚踏实地 这个是同样重要 我们也要好好一起学习 所以很奇妙 在这样预备的过程 在这些经文 我相信主今天 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好像新的衣服 从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新 第一个叫做新的手 跟我一起说 新的手 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哇 看看你的手 是不是新的 新的 有没有洗干净 亮晶晶的 要好好洗手 那不只是 我们用肥皂洗手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要常常 被主来洁净 以至于第一个 我们有新的手 那这个手是什么 就是一个不分彼此的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来 请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 好 我先念到这边就好了 所以他这边讲到说 我们要脱去旧人 跟旧人的行为 而且要穿上新人 这个新人 是我们相信耶稣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 Amen 而且神说 每一个跟随耶稣 相信耶稣的人 不分希腊人 希腊人就是希腊人 不分犹太人 当时的种族问题很严重 很多人犹太人就很骄傲说 救恩应该只属于犹太人 拯救只属于犹太人 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 神的救恩 基督的救恩 是不分彼此 是给每一个愿意领受的 所以包含 有没有受割礼 那时候很多人讲说 一定要受割礼 才能够得救 很多欺骗 欺哄 很多负面的消息 但是神说 不分彼此 你是哪一种人 你有没有受割礼 你只要抓住耶稣基督 你就能够得救 Amen 就像我们现在的生命 真的 可能我们会觉得 哪一个国家的医疗品质 比较好 哪一个人 他做事方法比较好 但是我要说真的 神的救恩 真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神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拯救 是给我们每一个国家的 不是只是印尼 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祖国 是每一个国家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礼拜 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图 就好像耶稣 他用他的双手 拥抱着 每一个国家 好像拥抱这个图的 他的头像是一个地球 其实我们 不管是什么国家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在这个地球 村的一家人 我相信主的手 现在正在拥抱 我们每一个人 Amen 所以我们的手 不要再拿去指责别人了 不要一直用我们的指头 去指 哇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国家怎么这样 这个官员怎么这样 没有 我们要往上举 我们往上举手说 主啊 求你的拯救 你的保护 不分彼此的 临到我们每一个国家 甚至印尼的本地人 都要经历你的救恩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主 特别我们是华语崇拜 我们要更多的 我们既然住在这个国家 我们虽然知道 或许印尼本地人 过去做了一些 对华人很糟糕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更多的 也是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使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安然度日 就像上礼拜 我们都知道 楚楚 哇 真的很感动 他回应神的爱 他发了一瓶一瓶的 那个酒精瓶 随身瓶给大家 我这礼拜又看见他 哇 在他的家 又做了一批 而且是彩色的 哇 我看到真的是很感动 虽然我不知道他要给谁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 随时预备好 有人需要 就给 而且不管什么颜色 不管谁需要 就像这边 不管是台湾来的朋友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福建人 客家人 只要是他心里面 神要他做的 他不分彼此 他就去做 海路亚 我们先为楚楚 再次献上感恩 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态度 我们心的手 不分彼此的手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第二个 神当然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衣服 这个衣服是一个包容宽束的衣服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请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所以主很清楚讲到 如果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 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新的衣服 是一个包容饶恕的衣服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别人冒犯我 别人讲的一些话 别人做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很生气 我死都不愿意原谅他 我恨他都来不及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 其实我们不也是常常 这样冒犯我们的神吗 我们不也是常常这样得罪我们的神吗 但是当我们回转到主的里面 他不是总是 当我们好好的认罪 他不是总是的包容跟饶恕我们吗 那主今天的话语说 主怎么样饶恕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主的饶恕 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饶恕别人 倘若别人跟我们有任何的嫌隙 我们总要穿上这个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的新的衣服 Amen 这是一个好像看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重生 如果我们真正的重生 我们真正的经历主的爱 我们真正知道主怎么样饶恕我们的罪 我们就有主的爱去饶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 当然神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新的heart 是一个基督做主的heart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是为此蒙招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恩的心 所以神说我们跟随主思念天国的事 有一个新的心 就是让基督做主的生命 其实我们都知道最近的疫情 有很多人的生意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开除他们的员工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痛苦 在这样的状况 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做一些决定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继续跟随主 继续有一个基督做主的心 这个心是充满主的爱 这个心是充满主的平安 以至于我们做任何的决定 我们是有主的爱跟主的平安 我们就勇敢去做 这是神要教导我们 所以在最近 我觉得神就透过一张图 告诉我们说 其实面对世界灾难 基督徒应当注意的五个事项 我觉得非常好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其实就是要做好对策 不失内心的平安 意思是说经济会影响 生活会影响 我们要做好对策 该做的 对策要做 但是不要失去内心的平安 Don't lose peace 第二 我们要灵活应变 该做的不要停止 我们要随时的小心 我们要灵活的应变 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不要都不敢做 该运动的要运动 好好吃喝 好好的睡觉 提升免疫力 然后甚至这个图上面写 好好的读经祷告 好好的赞美神 不要停止聚会 其实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学习的 虽然不要停止 我们没有办法到实体 到教会聚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 好好的聆听这个线上的讲道 跟聚会就是一个 不要停止聚会的精神 所以这是一个灵活的应变 这是神要我们学习 那当然神要我们 不要妄下定论 Don't judge 不要很快的看到什么消息 马上就觉得怎么样 马上就觉得一定是那样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假消息 很多我们还不确定的事情 甚至我们 包含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在想说 主啊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会这么久 不要妄下定论 我们继续寻求神的心意 那更多的体恤和服侍 那些受苦的人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关心 身边有需要的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 楚楚的例子 我相信我们身边 一定还有很多 我们所需要的 包含这礼拜很感动 黄莲他也主动的 他有找到很棒的口罩 他也主动的分享 他甚至他也跟我们说 他完全没有赚钱的 他是为了服务大家 所以这个是一个更多体恤 服侍别人的一个心智 这是我们该做的 最后当然 我们要定睛 而且我们要宣扬 给人盼望的福音 真的这个世界上 这个状况 太容易没有盼望 但是主会给我们盼望 Amen 最后我相信 就是一个新的口了 当我们思想天国 刚刚都是新的心 新的衣服 新的手 那这个是一个出口 是一个动作 我们的口要充满基督 保罗在这几节 他讲到说 我们要各样的智慧 把耶稣基督的道理 丰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 不管用诗章 或者是彼此欢唱 彼此劝戒 然后心被恩感歌颂神 然后我们做什么事 或说什么话 或做什么事 我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意思就是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代言人 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 Amen 因为确实 我们都会软弱的 我也会软弱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我们要彼此劝戒 我们要彼此鼓励 当人软弱的时候 我们刚强的人兼顾他 换我软弱的时候 换你来兼顾我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我们不可以停止这样的聚集 为什么我们想尽办法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还是有这样的线上的聚会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非常容易软弱 我们需要彼此坚固 Amen 最近真的 我觉得最后我讲一个 见证结束今天的讲道 我觉得最近真的让我很感动 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我的爸爸 他最近从二月初开始 他就领受了一个感动 哇 他开始写歌 而且他这次的创作很特别 他都说用神的话语 都用圣经的话语来填词 所以他一开始很兴奋说 哇 难得写这个经文的诗歌 他觉得很棒 因为他平常是作曲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从二月初开始 写了一首 写了两首 他可能觉得 大概就是这样了 可是没有想到 神给他的感动 落意不绝 没有停过 哇 我真的不夸张地跟大家说 我每一天打开我的手机 我一定看得到我爸爸的讯息 一定看得到 他再次创作经文诗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中间这个图 这个还是一部分而已 如果全部的创作加起来 可能已经有六七十首歌了 哇 这个真的是很奇妙 那他后来 他就说一句话说 最近他就一手一手 听神感动 他创作的这些经文诗歌 他说他真的好感恩 他说这不是我能够做的 他对主说 主啊我在这里 求你使用我 虽然他那时候 还不确定这么多个要干嘛 但是他说 主啊如果你要把感动给我 我愿意来创作 我愿意为你来创作 那我就发现 真的 就像 就像我刚刚说的 当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会一直担心 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就会发现 虽然最近大家在疫情中 常常很容易担心 可是我没有一次看到我爸爸 在担心 或者是在抱怨 现在的政府 或者是任何的事情 一句都没有 当然他不是不知道台湾的疫情 他也不是不知道印尼的疫情 他也关心我们 但是因为他focus 思想天上的事情 他思想神要他做的事情 他就好好的做 然后他就创作出 这么多的首的诗歌 而且让他的心没有忧虑 让他的心 他说哇我好感恩 我好喜乐 而且我们都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这些歌 已经被拿去准备要出一个 儿童诗歌的专辑 哈利路亚 我们感觉 归荣耀给神 所以我相信 神今天要教我们的一个就是 我们要交托地上的事情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就像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仰望天国 我们要脚踏实地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 但是我们地上活着 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交托地上的事情 仰望给天父 说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你教我怎么面对 以至于就像保罗最后的经文说 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掉了 你们旧生命死掉了 如果你们真的仰望天国 跟随耶稣基督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阿们 所以好不好 最后我请大家 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好 一起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 当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 让我们学习 仰望天国 思念天国的事情 脚踏实地 靠主活着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当转眼 当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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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 不要再留意用这首歌 不要再留恋在罪里面 让我们也不要继续 一直花太多的时间 来思念地上的事情 让我们更多的学习 思念天上的事情 谢谢耶稣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孩子 相信今天你赐给我们 这样的话语 不是偶然的 主要你要我们更多的 思念天国 也要我们更多的 以靠你好好脚踏实地地活着 主要谢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穿上这个新的衣服 主要有一个新的手 主要有一个新的心 主要有一个新的口 主要让我们全人来赞美你 让我们全人来为你而活 主要谢谢你 让今天主要你的话语 真实地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 我们的心得到释放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主要我们的心得到盼望 主要以至于 主要不管环境如何变化 我们知道 唯有你是我们最好的保护 主要你是 你为我们开路 领受这个天国的福气 主要谢谢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这样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海陆利亚 我们拍手 我们将掌声归荣耀给神 谢谢耶稣给我们天国的祝福 阿们 感谢主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家宴 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报告 好 我们感谢自成传道 为我们预备这样的讯息 相信大家 因为是线上 所以大家可以重复的听 有时候 我们听一次 不够 我们会忘记 很容易忘记 可是呢 每一次 大家都在家嘛 我们很难出门 我们更多的把时间 放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 阿们吗 OK 好 那我们还是一样有一些报告 那我们下礼拜 我们仍然 用线上的聚会 那我们继续也是为印尼 特别因为我们住在印尼 我们特别为印尼来祷告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 你们的出生地 中国 台湾 或者可能各个的地方 各个的国家 你的家人可能有在美国 可能在意大利 我们也是为他们来祷告 所以我们一样五点半 下礼拜我们也会同样的 把下一个的讯息 来呈现给大家 那就是我看到几句话的时候 非常的受激励 病毒让聚会停止 可是借由视讯 把神的同在跟荣耀 那个祭坛 带进家中 阿们吗 所以当你愿意 打开这样子的 线上的聚会 其实等于你欢迎 神的同在跟荣耀 进到你的家中 阿们吗 利用这样的时间 更多的跟你的配偶 孩子 跟你的爸爸妈妈 孩子们 我们彼此来分享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家庭祭坛 阿们吗 阿们 好 那一样 我们不要停止读圣经 没有理由停止读圣经 我们仍然要读圣经 更多的读经 所以我们三月份的读经 大家也可以 真的是按照这样的进度 大家也可以更多的读圣经 最后我们一起 一样用这个祝福的歌 来祝福大家 祝福我们 来祝福你的配偶 祝福你的家人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你 愿耶和华祂的联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阿们吗 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 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 愿主的爱永远在你心怀 愿神永远祝福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阿们 把时间交给自身传道来祝导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 永不止息的保护 谢谢你的叮咛 谢谢你的管教 以至于帮助我们今天 再次将我们的眼目仰望你 定睛在你的身上 愿我们今天开始 接下来这个礼拜 不要忘记你的提醒 让我们仰望天国 让我们脚踏实地地活着 谢谢耶稣 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哈利亚 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礼拜六见 拜拜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